2023年华人传统的文化是贵茅年 十二生肖属性为兔 兔子的特性 灵活 敏捷和多动 所以在这个联防中的形势 隐藏着不断变动的规律 而根据行为学计算预测的方式 2加0加2加3等于7毫 而7毫数字在行为学中的含义 忍行属水 所以今年2023年 榴年的云势忍行属性于水元素 到底对应忍行属木的9毫人 在今年的云势将会面对些 什么遭遇和喜喜乐乐的过程 又要如何应对 正可以往符合自己 有来的方向前进和规划 令事情活得时贯功倍 而突破人生 本命忍行属木的9毫人 2上7毫属水的榴年 同样都是正面的 在行为学中9加7等于7毫 7毫正面代表着幸运和贵人 后面代表着粗心和冷散 由于忍行属性于水生木 表示今年此人的云势 顺利亨通 吉时多 由于今年在各方面都能够 活得好的突破和理想的进展 所以在面对好云势的当中 谨记潜长衣7毫 后面代表着粗心和冷散 含义中的启示 做人此事不可以得意忘形 同骄傲自满 导致在不知觉下 浅身粗心和冷散的行为 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自然就会个个顺利亨通的 空性面 以上的分析 纯粹是以行为学和信念学的知识 作为简白的推理 以活得结论以分析 如果想详细了解 自身的忍行 以流连的运程 欢迎联系 我们将为例作出详细的讲解 同时想了解更多 有关于行为学和信念学的知识 有缘我们在课程中见 we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